6月6日 睽違乐坛两年的男歌手阿渡 携新专辑第九次初恋亮相北京宣传 为了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阿渡特意将活动现场布置成了一场婚礼 伴随着结婚进行曲的响起 阿渡牵着洋媳妇缓缓步入现场 虽然在新专辑发布会上预演了婚礼 但现实生活中 已与女友爱情长跑多年的阿渡 却仍旧表示暂时没有成家立业的打算 完婚我也不太敢保证 但是我也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反正还是随缘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其实开心可以永久 当然这也是最好的 也不用去弄一些证书 对不对